我现在收留两管胶带 一个是3M的Micropole 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正在采购的Equipole 从你们公司采购的Equipole 这个胶带应该是644订单 也是你们说的Mediline的标准 但是我们给医院试用以后呢 医院感觉很明显还是年性太年 对老年人的皮肤呢 有撕裂的可能 而且撕起来说不太容易 已经出生过一次事故 我在这里给你演示一下 看两个胶带的区别 我不想在数据上来给你们 因为我想你们在数据上可能会更清楚 我只是通过医生或者是使用者 他们只能通过感觉来判断你的这个胶带粘性 所以说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就是真正理解 明白你们胶带粘性确实是太年 现在我剪一小段胶带贴在我的手上 OK 现在我左手边呢贴的是Aquipool OK 我右手边呢 来贴一个这个Micropool 我的手呢 属于正常的手 就是说皮肤属于不算是老年人的皮肤 老年人的皮肤会更脆落一点 更 现在我们再过了一会儿我们就会发现 我撕下来说就会区别在这里 这个是Aquipool对吧 撕下来的时候 你看明显要把皮肤带起来才可以撕开 而且我个人感觉有一点点这个把皮毛拔起来这种吃痛感 而且呢 我曾经做过实验 如果我手特别干燥的情况下 像类似于这个地方的皮肤的话 会有一些些胶留在上面 你看现在胶已经在这里出现 它就站在这里 OK 现在看3M的 撕开的时候看 皮肤没有跟着 我使用同样的力量 皮肤几乎没有 起来 而且没有我个人感觉是没有任何 就是皮毛撕开的感 撕裂的疼痛 所以说也没有任何胶的这种 起来说也还没有任何胶的这种 漏在外面 没有在那皮肤上 所以说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研究一下 样品已经寄给你们 micro样品寄给你们 希望你们在这方面能够和打成一致 我无论任何数 你们说也许在数字上说是一样 但对不起 在实际上就是不一样 希望你们能够认真研究一下 好吧 请